欢迎大家来到一个新的视频 那么大家都知道我特别爱吃中山 因为我在深圳住了20年 我上次花了500块钱人民币吃那个外卖 觉得其实挺一般的 没有时候就这没了 就这样吗 我太多了 今天我们就去之前吃过的1600块钱的外卖 上一次没去 因为太远了 但是这一次开了这个小绿绿 到安阿姆斯特勒费呢 我要来吃一下 所以我们先去看一下 走 这件事好好看 那你们这个鸭是荷兰的鸭吗 荷兰鸭 荷兰鸭也能做好吃的 我们这个精选的荷兰的鸭 40天的小绿鸭 哇 就是在荷兰法律要求范围内 最年轻 啊真的吗 不能再 因为中国都是20多天给他那个 哦 这里必须要试试别人 对 我们今天吃到这些菜一共是五十五欧 五十五欧就是差不多多少人 四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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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北京烤鸭 一个米其林的餐厅的北京烤鸭在荷兰 而且两个人的米其林 烤鸭 我们刚刚去看他们做烤鸭 超级香 但是呢 你要 用筷子不要用手指啊 我们拿那个皮 然后蘸在它 真的很好吃 这个是感觉去到 去到了北京 因为 我记得我又一次参加了那个肥正式回趟的时候 当时 我们参加了之后 他们给我一千五百块钱人民币好少 然后我花了 差不多一千块钱去北京去吃了两只烤鸭 完全就是这个的味道 太爽了 但是现在重点要来了 刷得黑黑乎乎的 别吐敲我了 咱们就放肉 放点菜 因为我们要煸的鸡肉大大 耳朵 不要 interess thou 很短拉 到了天堂就太天晚上一口就喝了 那这样 vas esp funciona 现在我女朋友要吃了 好 tenho 廖着 应该 몸 非常安 少一 更烫 好 可 这个包的怎么样 你们打个分 一会儿记得发个弹幕 肉可以多一点吧 没有汤吗 No sugar Sugar Yes please Yes perfect 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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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麻烦 太好吃了 不到500块钱 就吃了一个米其林的烤鸭 我觉得完全值得 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 他们百分之70的客人 都是荷兰的客人 这个是我没有想到 因为他又做的尊重 又做的好吃 那你客户又是荷兰人 我觉得很难得 所以他做的菜单是很有意思的 每一道菜就好好解释 为什么是什么味道 还有他的历史 这是我喜欢的一个点 一年多没有吃烤鸭 真的是那种悲响的味道 在中国平时都是20天 这里是40天 因为这是荷兰的要求 所以这里的可能是 比较老一点的鸭子 它就是正常长大的 你长得像健康的鸭 健康的鸭 你们呢 你们是健康的鸭子吗 这里我们有个松鼠鱼 然后这个我不知道是啥菜 但是是有加蘑菇 因为现在这是蘑菇的细节 看起来很特别 我能不能吃下去 我就看一下 我先吃了 对不起 我先吃了 对不起 我没有骨头 一点都没有不行 而且他是加了那个天然蒜的姜 我给他一个九分 我这个得要再吃一口到时候 这个就是上手 上手就是240 我数学可以吧 240个鱼 500一个鸭 这是他们的杏地道菜 它这个不是汤 但是有一点汤的味道 我关注一下这道菜是什么 所以我有可能再说很多废话 但是超好吃的 蘑菇的应该没有在菜单上 那超好吃的 我以前加个 它吃的好饱 哇靠 哇靠 辛苦了 一共是 55 对她是老板 您扫我了吧 然后是微信 我把她的PIN Code开进去 对 开进去 大家都知道 诶 可以了 417人民币 真好都不用拿现金了 我个人感觉它是个满分的餐厅 为什么第一 第一我不用拿现金去买单 第二 她的厨师的一个最厉害的一点 都是从中国进口过来到这里的 而且不是在这里造厨师 他们好像是一次拿八个厨师从中国 然后再来到这里 然后问她为什么在这开餐厅呢 她就说因为这个楼是我们盖的 我给你看一下 这个 旁边有个餐厅 长度的餐厅 你说牛不牛逼 人家问你为什么开餐厅 因为我想吃中餐 No 这楼是我XXXX了 太牛逼了 好啦 所以很好吃 非常推荐给大家 好了拜拜 婆媚